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禮拜三的台股盤中一度縱縮125點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投資本很想知道說 是不是西坡正式啟動了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析 不過照慣例 我們來看看歐美股市有沒有變化 再來看看接下來台股會怎麼變化 來 這個歐洲股市 我們來看德國的部分 基本上 這還是一個反彈的架構沒錯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來 它這個特寫這邊 這個是一個高檔的一個 盤整待變的一個狀況 這代表一件事就是說 它這裡如果在不補量的話 那要提防 要提防它會形成反轉 那那個反轉需要這兩天 需要這兩天做一個確認 重點是下面 來放圓 重點是下面這個量 喔 這個量 這個高檔量縮基本上不是好事情 它需要是補量上去 才能化解上面的套牢賣壓 這是德國部分 不然的話 要小心它開始做一個反轉回檔 好 那再來 比較強勢的是什麼 經濟比較好的是英國股市 我們昨天前天有講到說 突破前高之後居然拉回來 來 我們來看這邊 來特寫 這個下 重點是這個低檔 我要請大家看這個量 這是代量的喔 代表這個低點喔 量價不會同時到底的時候 這個低點喔 你要小心近期將會再跌破喔 那再跌破的話代表說它就要開始回檔 那一回檔就形成所謂的假突破真拉回 那它會影響誰 國際股市喔 聽得懂喔 再來法國股市的部分 一根長紅連續三黑 它是一個上升三法形態沒有錯 但重點是它要補量 它補量才有辦法出現一個中紅K 那你說它反彈結束了嗎 基本上還沒 還要持續觀察它的量價關係 好 這是歐洲股市的部分 那我在中秋節的時候 五六日一的一個節目上面 告訴大家說 你要提防的是美國的部分 來這是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昨天晚上 來這寫一根長黑棒 一根長黑棒 來你要注意喔 接下來喔 它如果跌破這一條頸線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頭部 我們說到在這個高檔壓力區的時候 它要補量突破 不然的話很容易形成所謂的 另外一個M頭 所謂的M頭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那我們說到 如果它真的下來的話 那你要提防來去回測這個低點 因為這個低點是一個大量 它會來回測這個低點 那既然回測的話 我會影響誰 台北股市 全球股市 懂嗎 再來 費城半導體指數的部分 喔 昨天一根黑K棒來特寫 這個黑K棒我們來討論是 它已經具備了一個反轉的一個型態喔 反轉型態喔 重點是 今天晚上如果它沒有辦法再反彈上來 它是直接在黑K棒的話 那確立喔 這個地方是一個反轉型態 代表就是它做了一個M頭之後 接下來小心它反轉 所謂反轉是什麼 本來是上 反轉往下 那會對台股會不會有影響 我相信勢必的嘛 那昨天晚上有個重頭戲啊 昨天晚上重頭戲 我們來看Neste 我說過了喔 其實台股會變盤要看美股 那美股我提到Neste 昨天是這樣拉 這樣拉 後來呢 空中轉體三圈半 怎麼抬了呢 怎麼這樣殺下去呢 發生什麼事 這個地方是Apple發表iPhone 6的時間 結果怎麼這樣殺 雙性慢壓出來 等一下有跟大家討論Apple 那我們先看一個Neste指數的部分 昨天啊 這樣一殺哈 來特寫 形成了所謂的黑K棒 那我們說到這裡啊 是一個陰線吞噬 它如果沒有一根長紅棒 帶量長紅棒化解的話 我要提防它也是一個高檔的反轉訊號 那我們說到了喔 它這一段期間啊 來趙遠 這一段期間因為量價背離 量價背離 所以回檔的一個危機 會造就的說 會影響台灣電子股 那今天又帶量殺 來 它要補量喔 補量才能化解這根黑K棒的反轉型態喔 如果不補量出來 哇你要提防 它會持續影響台股 好那今天為什麼台股啊 你看這個 最高跌了125點 好125點 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看K線形態 一根 來特寫 G線看起來好像要跌破 我後來收繳 勉強勉強收繳 好 其實啊 上個禮拜我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台股會不會變盤 很多人說中秋節會不會變盤 我跟大家講說 美股啦 變盤在美股啦 而且呢 事先規劃好 就是說這個行情 來到這個位階的話 你要先事先規劃好 就是說 它來到了 V波反彈的區域的時候 好我們規劃有一個V波 那V波上來的時候 你要滿足點會在這附近 但是來到了一個 那一天 9月1號 最高來到9532的時候 量出不來 那它就會是一個反彈的一個 滿足的高點啦 那你要做動作嘛 我們9月1號說到了 因為台積電雨補缺口了 來 空單嘛 所以說你會看到說 好 9月5號 台特寫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量縮了 量是縮起來的 量是縮的 好 量是縮的 那我們說到了 然後 下週我表態了 怎麼變 我說到美股啦 我直接跟大家講說說美股 變盤在美股 好 那禮拜 9月9號 昨天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量有增加喔 量有增加喔 想法跟我整備好喔 因為要表態囉 要表態囉 那今天的這一根 今天這個大盤大跌 並不意外嘛 好 今天這一個大跌 並不意外 那接下來 為什麼可以先預測好 先規劃好 一定有邏輯 我這兩天跟大家講說 其實美股變盤 你要提防台股有些變化 我們用BV Ratio值 告訴大家 這裡 他已經回檔了 你要注意喔 裡面呢 會影響半導體 上游半導體喔 又看到了華亞科 已經領先回檔囉 那也看到了 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注意喔 半導體裡面還有封測喔 除了低電位之外還有封測 它也跌破了這個季線 回側又往下跌囉 那會影響誰 台灣的這個 細品 有沒有 都已經跌破季線了 再來也影響日月光 我說BV BV Ratio值下跌 UNCLE下跌會影響誰 那我昨天也有告訴大家 來 這邊 特寫 我說到如果半導體BV Ratio值下跌的話 那大家都跌破季線了 下一個換誰 換它啦 換它啦 那如果它下跌的話 灌破季線的話 它會不會影響台股 這是邏輯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邏輯 那今天呢 有沒有灌破 特寫 有 灌破了喔 跌破了喔 但是收腳 OKOK 那代表就是說 這裡已經形成一個套法賣壓 好 我們知道說今天大盤下跌 本來就可以先事件規劃好 而且是有邏輯性的 既然是邏輯性的話 今天大盤下跌 對我來講並不意外 因為可以事件看得出來 那怎麼事件看得出來 你就要從技術面 我們剛剛給你看到的就是 技術面領先基本面的部分 好 有一個叫巴薏理論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如果先跌破季線 那檔檔的全資股 電資股上游叫半導體 每一檔都跌破了 那你覺得咧 台積電下來的話 會不會影響台股 台股指數會不會跌 這是一個邏輯性 你懂嗎 但是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看到了很多 不管我左右 這個時段 很多的排排座的一個財經節目 我頻道做的一些訪談節目 我聽到大家認為變盤要往上 叫大家趕快買股票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人在幹嘛 在浇花嘛 在浇花啊 術會怎麼樣 雖然這個人很好心啊 是要澆熱開水啊 術會怎麼樣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講一句話 可怕的不是真壞人 而是假好人 這個行情很多人都會說變盤往上 那你就會聽了趕快買股票 趕快買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連我也一樣 你不要全信 但是你來驗證 但是你來驗證 我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些人所講的話 信道的話 那這陣子會有什麼情況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邏輯性 從BP Ratio值可以知道說 那半導體你要注意喔 除了低潤 封測 金融代工 那還會影響誰 IC設計嘛 那我跟大家講說 來 要注意IC設計有沒有 這連陽 昨天 今天 繼續跌 這不是隨便亂講 只是有個道理邏輯性的 股市的脈動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要透過技術分析 可以領先知道嘛 而不是我去猜的嘛 猜的那沒辦法 用邏輯喔 不是用猜的喔 這叫金融科 我跟大家講說 破線 反彈 量縮 要早慢一點 因為華爾科的下跌 會影響連縮反應 好 今天呢 有沒有跌下來 有 還是請大家避開IC設計 那我也跟大家提醒說 有些股票 它的頭肩頂型態出來了 這叫翼龍店 頭肩頂 所以說這樣擺盪原理的話 會回測這裡的話 那你應該要做避開動作 那 來 那季線跌破反彈 季線找賣點的時候 跌破基建反彈早賣點 八爺理論嘛 如果你有技術分析 你真的可以避開 而且 其實啊 技術面絕對會領先基本面下來 所以說我跟大家講是說 我的話你可以不用全信 好 你也不要看到 來 你所有人看到的話 你也不用全信 但是你要去什麼 去驗證它 是沒有道理 透過什麼去驗證 聽消息 透過技術分析 透過什麼 透過技術分析 來錯驗證 而不是被市場所左右 你懂嗎 下個機會很重要 我會跟大家講 現在要趕快注意哪些個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湯泉國際 台灣造政 江南員林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提過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符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擔有 這個大盤到底怎麼走呢 來 我剛剛忘了跟大家講 來 這邊特寫 今天這個季線 這個叫季線 其實有一個多頭會做一個抵抗 那到底會反彈再下呢 還是直接下去呢 基本上要跟一檔股票有一個連結 剛剛我們說到了嘛 它跟台積電的關聯性很大 台積電你們看 它也是守在季線 有沒有 今天收腳 跟大盤很像嘛 一模一樣 好 基本上台積電明天會稍微反彈 因為它營收了一個利多 會稍微反彈 但是呢 跟大家講反彈還是一個賣點 那基本上大盤反彈還是一個賣點 你要注意喔 你要把握那個最後的逃命點喔 因為接下來跌破季線是勢必會跌破的 而且是有效跌破的 你要注意了 好 昨天晚上有一個 一個大事 就是Apple發表了iPhone 6 好 昨天的股價 這樣子啦 往上衝 又玩 又玩空中轉體三圈半 哇 跳水 這是什麼狀況 其實昨天我們告訴大家說 還沒發表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看它從技術面可以看出什麼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這是昨天的狀況 我們前天跟大家講說 你注意看這一根 好這一根是要新線 夜心 形成一個反轉型態 是帶量的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這是一個反轉型態 好 那昨天呢 又往上拉 不錯 結果往下踹 又往下踹 好 重點來了 你仔細聽喔 它昨天殺出量來 那量價不會同時到底的話 這個低點 未來還會跌破 未來還會跌破 那會影響誰 會影響台灣的 Apple的一個供應鏈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來 你要注意Apple iPhone 6的概念股 好 之前我告訴大家說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你就看到這個新聞 好 你會認為說趕快買 我說過了 我們還是要講一句話了 你可以驗證看看 因為我說到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你不要看表面 要看內涵 連我也一樣 你去檢視它 到底講的對不對 好 因為基本上 你有功夫的話 你有方法的話 你有實戰的方法的話 你不會怕任何的消息 而且你直接跟大家講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說到啦 這個叫順答 當利落消息出來的時候 大家來看 那你覺得呢 量價背離應該是買點嗎 權王理論 我們有這個權王理論 這是最基本的 權王理論是買股票還是賣股票 好 先回答我 兩秒鐘 好 那有關到你以後做股票喔 那我們選擇 來 布空單 布空單 好 來 往下跌 往下跌 我昨天有說到 提防帶量灌破季線 這條叫季線喔 今天有沒有灌破 有嘛 賺錢跟賠錢就在那一瞬間 你做了什麼決定 你做了什麼動作 用什麼方法來判斷 那這一段的下跌5塊3 這樣的利潤 是賠還是賺 就取決一旦 你用什麼方法去判斷這一瞬間 你懂意思嗎 這個方法其實不必不難 只是你要學好 這方法叫權王理論 量價關係是可以透露出未來股價的方向 還有啊 辛普也一樣啊 我說反彈要逃命啊 趕快賣 因為這裡是一個大量 有人去殺出來 你要注意啊 灌破之後咧 除非補量 結果咧 沒有補量 繼續下跌 今天咧 這樣10塊 降10塊錢 我不知道你是賺10塊錢還賠10塊錢 但是賺賠就在那一瞬間 重點你的方法是什麼 重點是你的方法是什麼 灌破季線反彈找賣點 是不是 我們說到了 可怕的不是真壞人 大家都會希望你賺錢 希望你趕快買股票 結果咧 趕快滾喔 趕快買趕快買趕快買 趕快進去買股票 不行啊 大家都無非希望你能夠 來股市賺錢嘛 但是呢 方法錯誤 就像這個 方法錯誤 它是澆熱水 澆熱水會怎麼樣 你的錢就一直賠掉 真是這個數就死掉了 方法要正確 判斷才能正確 而不是我覺得會去喔 如果我覺得會去喔 如果我覺得會去喔 那我相信你再多的錢 都輸不起 都輸不完 都賠不完 因為 因為社會上是險惡 你不要看到很多人 趕快買股票 結果它是一個殺蛋 很多的阻力就是這樣喔 很多的一些 大小的特定人就是這樣喔 就是玩這些計量 那我不希望看到你們 陷入這樣的一個迷思 懂嗎 好 我們之前有告訴大家 有一檔股票 這個 跌破季節之後反彈早賣點 八野理論 跌破季節反彈早賣點 很難嗎 並不難啊 並不難啊 來 並不難啊 早賣點啊 早空點啊 並不難特寫喔 並不難啊 再來 趕快上車 拳王要出擊囉 再來 方法對了 賺錢就很輕鬆嘛 方法錯了 賠錢也很輕鬆 也很容易喔 再來 十三塊 操作並不難 而是當下這個決定 這個位置上 你做了什麼動作 你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做錯的動作 你是賠錢的 你做這個動作 賺錢真的很容易 我還是提醒大家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懂嗎 那要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昨天我已經跟你談到 地溝油收水流的問題 我希望你能聽得進去 但是我現在要教你的是說 股市當中很險惡 所有人在中秋節的時候 之前都告訴你說會變盤往上 只有一個傻子 只有一個傻子說 小心要空要賣 是我喝醉了嗎 大家都醒了嗎 我喝醉了嗎 沒有啦 我喝這個啦 我喝這個 裡面有什麼 我裡面就是只有這些東西啦 就是有這些 裡面 有八極 裡面來特寫 裡面都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得清清楚楚 把這些東西都學得精通 你都把它學得精通之後啊 任何的一個伎倆都不會被 被你騙到 你就不會被他騙到啦 說實話 這只是初級而已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我們還有中級喔 剛剛那個是基礎 這個是中級喔 中級裡面有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來 裡面喔 就更活囉 哇 這些型態學 這些啊 學真的不容易啦 但是有志者是進成 只要你有心 絕對學得起來 而且呢 你在股市當中啊 我給你釣竿 你自己釣魚吃 總比聽人家消息好 然後輸了在那邊 哎靠 怎麼這樣啊 我又聽不到消息了 我又了解啊 有些東西 好我們剛剛談到這些之後 來注意 大力光 這是一個 你提防這是一個M頭 重點是 這兩根大量 有特定人在出貨了 這個兩根從籌碼 量價結構來看 這兩根大量 不太尋常 重點是 剛剛我們看到了 半導體設備都已經 半導體上游都已經破季線喔 接下來呢 因為半導體是電子產業的上游 它都破季線了 代表技術面領先基本面 那中下游零組件呢 隨後跟上 隨後跟上 你要注意喔 它會影響誰 如果它跌下來會影響大盤的氣勢嗎 會影響台股啊 還是要跟大家談課程 這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講了 這叫做週限 量價不會從到底 這根大量基本上低點 還會再讓你碰到 還會再跌破 基本上最近的量價倍 你要注意啊 還有呢 Apple Apple 大家都講Apple 來啦 加聯益 這邊大一點 帶量灌破 你注意這兩根大量 這是主力出貨的現象嗎 好 如果你不懂不知道的話 你就再按照紀律 跌破季線 反彈找賣點 很簡單 很簡單耶 沒什麼 再來 穩帽 這個最近很多人在講的穩帽 你注意看喔 它突破的錢高 量價倍離喔 量價倍離喔 做股票沒有那麼難啊 只是當下你看到什麼 當下你看到趕快買 突破的錢高要買對不對 你沒有看到這個 你沒有看到這個 量價倍離它會走回檔的一個趨勢 它是一個賺錢跟賠錢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嗎 再來 這個叫什麼 拳鑫啊 功力放大是拳鑫 來 突破錢高的時候 量 量縮起來 沒了 這裡還有大量 這裡沒大量 我請教大家 量價倍離 拳王可以給你打 左勾拳 右勾拳 可以給你打 你沒有力量再來 它就又 左勾拳揮下去了 你知道嗎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量縮起來喔 還有什麼呢 這檔 這叫金像電 你注意看喔 突破的錢高 來 特寫這邊 這三根K線 形成了烏雲罩頂 烏雲罩頂 好 放遠 重點是這個量 量縮掉了 那你要注意什麼 量價倍離 量價倍離 好 拳王要出招囉 我剛剛跟大家談了那麼多之外 無非就希望你把功夫學好 好 你要注意啊 很多人啊 可怕的不是真壞人 而是家好人 希望你趕快買股票 買股票 買股票 賠錢的它不會理你的 盈虧自負 你懂嗎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功夫學好 怎麼學好 這一個 技術分析 好 好 有人在說到說我們中間學推特案子 能不能再開放一天啊 剛我們說到了 中間 基礎中間的DVD教材之外 高階啊 一定要親人技術分析教學上課喔 所以這兩個價值是3萬塊跟5萬塊 所以我們今天啊 特別再開放一天 這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你要把握這個 年度只有這一天而已喔 這個計畫只有這一天喔 你要把握住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用心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騎聽 請用騎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風天雷滿意送三感恩回饋大放送 昨日起參加風天雷終極食物頒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轟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釀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減能減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叫到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一紙舊世界 天安 everyday 天安 everyday 天安設電視